今天是3月16 然后三集课程的第15天结束了 那今天上课的时候 有提到领导力相关的内容 其实就是在说 只有当你负起责任的时候 你领导力的基因才会被唤醒 然后 就是当你拿起责任 你的内在 这些感受才会改变 然后包括你的身体 然后包括你的事业 或者是说其他人对你的认知看法 甚至是这样子才能改变其他人 然后其实也是透过当你拿起责任的时候 你会 你就是 感觉到你的存在 然后 就Paramashiva才会在你的内在绽放 那 就是有关于负责的话 其实也有分 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就是完全不为自己负责的人 那其实这种人的话 你可能就是会成为奴隶 然后第二种是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 那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 你可能就是 就是一个中产阶级 你会有一栋房子 然后一个老婆 甚至两个孩子 一份工作 那第三种就是除了为自己负责 还为其他人负责的人 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领导的人 今天也有超能力显化练习 然后今天练习的是 就是如何显化物质 然后其实前几次的超能力练习 我都会 常常心里都会想说觉得自己 不太可能怎么会做得到 就是会有这种声音 然后有时候就会直接放弃 就没有好好认真的练习 那今天就是决定要打破 这样子的模式跟这个想法 然后所以就有照着老师的引导 跟指示去练习 然后练习观想 唱上马哈瓦卡 然后观想跟大师合一 那看能不能在手上啊 或者是自己的神像 或者是别人的神像 然后甚至其他的地方 显化一些物质或者是东西出来 那虽然还是没有成功 可是就是从就是想说 看从这样不断去练习 然后看会不会有一些进步 然后慢慢去体验说 把自己那些头脑啊 思绪都放下 然后纯粹就是跟大师合一这样 好我今天分享到这边 努roợ 然后 vulnerability 谢谢 监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